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其母亲的近况忍不住哭起来 坐在一旁的盐香的哥哥颜辛 也为母亲感到伤心 我老妈看病中风住院已经两三年了 一直都在我精华抚养的 摔去以后等于是去年十二月份左右 不会治理了 睡在床上 在没办法过年的时候 就把我老妈送到康复医院 盐香和盐辛告诉两位调解员 他们的母亲刘凤仙八十多岁了 有两个儿子 两个女儿 自从三年前母亲中风后 一直都是他们俩和大姐在照料 他们的弟弟言语 却一次都没去看望过 更别提赡养母亲了 严辛告诉调解员 因为弟弟言语不履行赡养义务 母亲气不过 2021年6月 母亲向法院提起赡养诉讼 最终法院判决 自2021年6月起 刘凤仙的四个子女 每人每月向其支付1000元赡养费 可即便有了法院的判决 严宇还是拒绝支付 他那时候讲得很好 他说我老爸老妈到时候 生病了 我所事 到现在实际性都没有 我们姐妹四个 她乐子最好过来 曾经说好会赡养父母 可如今严宇宇宁悦上不孝的恶名 无视法院判决 也不肯赡养母亲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调解员宋元春和叶伟荣 给严宇打电话 希望严宇能过来 大家坐在一起谈一谈 严宇在不在 你拿着这个电话 在 她在家里吗 在 那 她的电话是多少 她没电话 我跟她已经离过了好多年了 电话打通后 接电话的并不是严宇本人 而是她的妻子 她已经出发了吗 早上 她已经出发了吗 早上 早上出发了 你们在老家等的话 绝对会回来的呀 好的好的 好的 那我们再等一下 她是救女婿的 严新说 电话当中递习的话 她一个字都不相信 弟弟递习这样做 无非就是为了逃避 赡养的责任和义务 现在 既然严宇联系不上 调解员就打算 去严宇家找她 可就在调解员们 准备动身的时候 严宇出现了 在调解员面前 严宇表示 她不是不愿意赡养母亲 而是自己经济确实困难 平时连手机都用不起 每个月一千元的赡养费 更是力不从心 可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调解员再三追问下 言语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那个时候就是 我父母亲的钱 都给我大伯 我大伯说 叫我不用赛养 那个时候写过这种 总共全部加钱 可能十几块吧 十几块 你那个证据拿 十几块 一提到钱 兄弟俩就 我不用赢了 我不用赢了 就不用赢了 那么你 这么小的 做得很快 我就可以 做得很快 我先把你 都给你 他来一半 证据 我弟兄弟俩 在监子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当时我做生意亏掉去 因为我碰奶了 因为我是13年左右离掉的时候呢 离掉以后呢 因为这个外债有点多 我跟我老妈老爸说 我说你没有钱借一下 就借 对我 奇怪现金 有些条七万 没接条到还有好几万 那个证据呢 我说得出来就行吗 在言语看来 大哥言心不止借了父亲五万两千元 并且借的钱都没有还过 就连父亲身患肺癌需要用钱时 大哥言心也没有把钱还给父亲 因此父亲去世后 也没有留下什么遗产 我老爸癌症查出来的五年左右了 一则再看嘛 他自己呢有几万块钱也呈起来的 在结果 你想想看在五年当中 我跟我妹妹送到那康复医院住院 中心医院住院 还有那个证刺 因为肺癌嘛 做了那个证刺手术 那是爸爸是吧 我爸爸嘛 一共花了多少钱 一共花了多少钱就要 我老爸是将近要十万左右 后来没有钱了 我妹妹因为我困难嘛 也钱交不出 都是我妹妹 我妹妹还要两万多 垫进去 后来嘛 半掌事了 我老爸半掌事以后呢 所有开支 都是我钱拿出来 两万多块钱 两万七八左右 大哥言心告诉调解员 当初他因为经济困难 的确没有把那几万元钱 还给父亲 可是父亲生病住院 去世后的丧葬等等 这些开销 主要都是他和妹妹 言相承担的 那个时候 言语也没有出过一分钱 言语的话 让言相气愤不已 他忍不住抬高声调 指责弟弟 大哥言心更是抑制不住怒火 要跟弟弟动手 调解员把兄弟俩拉开后 先做大哥言心的思想工作 调解员告诉言心 不管他如何生气 都不能动手打人 在调解员的劝解下 言心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在双方情绪稳定后 调解员又把兄妹三人 叫到一起 调解员送元春 和叶伟荣认为 父亲已经去世多年 言语没必要 一直揪着过去的事情不放 我们借一下 最少的一点一屋 也就是一块钱 你们这样去探他 到时候就是他 那怎么探他呢 一码可以一码 如果你认为你 你哥哥 他问你老爸的情形 你可以起诉他 对不对 但是跟你 起诉我哪有 跟你杀养 不是我们的这边 有两个事情 调解员告诉言语 赡养父母是 每个子女的法定义务 不管言语对大哥 有多不满 那都是他和大哥 之间的矛盾 都不能成为 他不赡养母亲的理由 可是调解员的话音刚落 言语又提出 他不赡养母亲 还有其他理由 我父母亲的钱 都给我大哥 大哥说 叫我不用赡养 那个时候写过这种 原来父亲还在试试 言语因为钱的事情 多次跟父亲吵架 父亲一气之下 跟言语签了协议 说明父母财产 由大哥言心继承 言语则不承担 赡养父母的责任 听到这里 调解员告诉言语 以放弃继承为条件 不赡养老人 这样的协议在法律上 是无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九条 明确规定 赡养人不得已放弃继承权 或者其他理由 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也就是说 赡养老人 是为人子女的法定义务 不能附加任何条件 不管言语 是否继承父母的遗产 都必须赡养父母 不管调解员如何给言语扑法 言语始终不同意拿赡养费 一直拿父亲跟他签的赡养协议说事 看到弟弟如此坚持 一旁的姐姐言香 再一次无奈地哭了起来 面对姐姐的哭诉 言语不说话了 调解员们再次用法律规定 来劝说言语 他们告诉言语 每个月一千元赡养费 是法院的判决结果 如果她一直拒绝支付 她母亲可申请强制执行 言语还可能要承担法律后果 你现在是要你 支付2021年6月不开始问你要 要不是说之前要问你要散养费 如果说真的不给我们这里呢 她也申请强制执行了 我大概都会拿不出来 不是说拿不出来 你如果说有些强制执行 反而有执行局的 她也会来找你呢 你有任何常常 她都要做到底的 如果说不付的 有能力不付的 还可以四海拘留的 但是有必要折内部吗 听了调解员的话后 言语沉思了一阵表示 她可以支付赡养费 但是她有一个要求 就是要将父母名下的 房产和田地进行分配 我现在问你 以前的账算不算 如果以前的账不算 我们先来分 我们再三个人做工作 如果你以前的账一定要算 我们是算不清楚 两个信息 他们都要同意的吗 我现在问你 你答应 我现在问你 言语表示 以前的账 她一笔勾销 不再计较了 当时我们首先咨询了 他们母亲的意见 母亲表示 家里的财产最终肯定是给子女的 她同意 现在就分家西场 征得刘凤仙老人同意后 因为刘凤仙的大女儿生病 无法来到调解现场 调解员把刘凤仙的大女婿 林建傅叫了过来 代表大女儿 参与分家西产 在征得严家四个子女 还有父母的亲属的同意后 为避免日后因为财产再生矛盾 调解员决定 帮严家四个子女分家西产 因为当时很多亲属都在 在调解那天就进行分家西场 有利于推动 赡养纠纷 有利于让弟弟尽快履行赡养责任 而且村里老太太的哥哥 弟弟包括村干部 他们都在 他们都可以做一个见证 所以我们 五十二分钟 五十二分钟 都可以做一个 是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了调解员叶伟荣的话后 严香和大姐夫林建妇也同意了 房子由兄妹四人平均分配的方案 这时严宇又提出了田地的确权分配问题 在调解员的调解下 兄弟姐妹四人都同意 父母名下的田地也平均分配 确定好了房产和田地的分配方案 调解员准备拟定调解协议 此时站在一旁的大姐夫林建妇 提出自己的想法 因为大姐身体不好 平时生活难以自理 她们家经济比较困难 所以希望能少承担一点赡养费用 面级亲情以及大姐的身体状况 言亲 言香 言语同意 大姐无需承担赡养费 大姐的赡养费用 由兄妹三人均摊 在调解员们的努力下 兄妹四人就母亲的赡养问题 终于达成了一致 言语从2022年3月份开始 支付赡养费用 我还是对言语不太放心 他心里一直对父母偏心大哥有意见 这个心结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放下的 而且对一个躺在病床上的某妻来说 单单给他的钱是远远不够的 最好的校保是常去陪伴 后续我也会多出言语 履行自己的赡养义务 多出他们这四个之女 常常去看望自己的某妻 调解桌上 父母为何痛骂儿子 父母眼中的不孝子 心中究竟对父母有什么仇恨 父母的养老问题 调解员能帮他们解决吗 赡养背后的亲情恩怨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老男女在这儿 你不能来就是这个小子 有这样的 我们是三个人 不是你 不是你 老男女在哪儿都老三 老男女在哪儿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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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过你们两个都是讲 不切好和气的话 不能以解决矛盾的话 讲气话讲狠话 2022年3月 在浙江省金华市江家社区的调解工作室内 父亲邵建刚和儿子邵明吵得不可开交 母亲叶小丽对儿子邵明也是颇为不满 她告诉调解员张善祥和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三江派出所民警 邵善浪 他们老两口跟儿子邵明闹到这个地步 都是因为儿子太不孝顺了 原来 邵建刚和叶小丽夫妇有两个儿子 在调解桌前与他们争锋相对的 是大儿子邵明 十多年前 他们一家人所在的江家社区 开启城中村改造工作 房子要拆迁重建 当时邵建刚夫妇和两个儿子 共有一块宅基地按照政策 邵建刚夫妇分得75平方米的宅基地 两个儿子各分得一块100平方米的宅基地 想到日后养老的问题 邵建刚夫妇决定 把自己的75平方米的宅基地份额 平分给两个儿子 这样一来 老两口就不能盖自己的房子了 而两个儿子的宅基地面积增加到137.5平方米 叶小丽说 当时他们老两口跟两个儿子约定 儿子们在新的宅基地上盖好房子后 每人都要给父母提供两室一厅 由他们老两口居住或出租 因此新房盖起来后 老两口一直住在二儿子 给他们提供的两室一厅里 大儿子则把房子出租 每年给父母3000元租金 拿了一年起来 三年 拿了三年过去 3000元3000元 拿了三年 再到后来就一分都没拿了 这个是 7年 那3000不211 至少拿给你211 211 那他现在都不肯拿出的 对啊 叶小丽气愤地表示 大儿子只付给了他们三年租金 还有七年的租金 也就是21000元 至今未给 钱不拿我们 我们自己的平方 肯定我自己要拿回来 这七年 大儿子邵明 为什么不给父母租金呢 而仅仅因为21000元 父母就要和儿子撕破脸吗 调解员张善祥 和民警邵善浪都觉得 父母和儿子之间的矛盾 远没有这么简单 就在父子争吵的过程中 父亲的一句劳改犯 让少明十分恼怒 他告诉调解员 他并不是故意不按约定 给父母租金 而是实在对父母的做法 感到心寒了 原来少明的新房盖好没两年 他曾因与人发生冲突 触犯法律 接受社区矫正 而自从发生了这件事后 父母对少明的态度 变得极其冷漠 不仅不帮他忙 在他重新回归社会后 父母还一直不肯 原谅接纳他 少明说 如今他以洗心革面 改过自新 重新回归社会后 他最需要的 就是父母的关爱 和家庭的温暖 可是他无论怎么做 都得不到父母的认同 父母对他除了指责就是厌恶 在生活上丝毫不关心他 少明想 既然父母如此冷漠地对他 他又何必做父母的孝顺儿子呢 他的父母呢 就那个认为是你以前 就是不守规 不守法 导致的现在的这个事情 你父母也很 很执买你的 很恨你的 他都不想他 很执买你的 儿子第一写跟你 然而 两位老人却认为 一切矛盾的根源 都在儿子少明身上 老两口告诉调解员 少明从小就叛逆 脾气暴躁 不服管教 他们一直教育儿子走正途 可儿子从来不听他们的劝告 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他们实在是教育不了这个儿子 对儿子失望至极 听完双方的心理话后 调解员张善祥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每个人都会犯错 犯错了 社会的包容了 父母亲更要包容他 你不能说 这个回归社会了 我们矫正工资怎么做 儿子回来了 应该感觉到高兴 他应该接受政府的教育 要给他一个信心 首先这个信心在哪里 家庭 调解员认为 少明重新回归社会 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他首先最需要的 就是父母的关爱和包容 父母如果能接纳儿子 对儿子多一些包容 他们和儿子之间 可能就不会变得水火不容 儿子犯错了 有很大的程度 我们父母亲是第一轮老鼠 你们两个还没招好 我划分两头说 调解员劝解两位老人 儿子犯错 父母也要反思自己对儿子的教育 要学会换位思考 不能把过错都推到儿子身上 这时 辖区派出所民警 少善浪 趁热打铁 劝解少明 民警少善浪告诉少明 赡养父母是法定义务 少明不能因为对父母不满 就不赡养父母 既然少明当初已经答应 每年给父母三千元租金 作为赡养费 少明就应当继续履行约定 少明表示 他在社区服刑期间 没什么经济收入 妻子也跟他离了婚 分走了部分财产 而当他重新回归社会后 父母对他的态度 令他心灰意冷 所以他不愿意给父母钱 少善浪告诉少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第十九条规定 赡养人不得已放弃继承权 或者其他理由 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 老年人又要求赡养人 付给赡养费等权利 也就是说 赡养义务人在服刑期间 不免除其民事责任 所以仍然要承担赡养的责任 用服刑人员个人财产 支付赡养费 如果没有财产的 暂停其赡养义务 服刑结束 继续履行赡养义务 少明在社区服刑期间 他的房子一直对外出租的 那么少明就是有经济来源的 所以从法理上讲 他应当补齐 欠父母的七年租金 你上面七层六层 但是他有三十多个平民 是属于他的地基 万丈高流平地基 但是地基是属于他的分分的 你所有租出的房租 其中有一部分 两岁天的一个套间 那么租金 按常理来讲 也应该给他 听了民警韶山浪 和调解员张善祥的话 少明不再反驳 可这时 父亲邵建刚 突然提出了一个 不切实际的方案 而少明竟然一口应了下来 要找十二十点个病房的给我 让我找个钞票 收留给 十二十点个病房 送雷娃去 往这道路上 听东西 他回归 少建刚表示 他要问儿子要回他的 37.5平方米的宅基地 同时 他会把这37.5平方米的房子造价 还给儿子 可是房子已经建好 在从建好的房子里 切割出37.5平方米的宅基地 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父亲邵建刚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 显然是不合理的 调解员耐心地劝解邵建刚 既然要调解 就不要意气用事 要理智冷静地解决问题 听了调解员的劝导后 邵建刚又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你要求另外一个房子 住在大儿子里 住在家里 住在小儿子给钱 这个病房 小儿子多少病房 再给小儿子 给家里 本身给他一扫 邵建刚提出 以后他跟老伴 住到大儿子邵明家里 让小儿子付给他们租金 邵明表示 愿意把房子的二层 隔出两室一厅 让父母居住 同时他也提出 他的房子是按办公楼的形式装修的 目前整栋楼都出租给了一家公司 父母只能等房租到期后 再搬进去 再搬进去 这种事情解决掉 钱不钱 这里没有很多钱 不花很多钱 这种保护起来 这个这么被人都教人 这种能给父母 要不是给别人 给别人都要搞啊 因为是 分离阿龙的地方 阿龙和别人 他本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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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邵明的房子 都是办公室的装修风格 如果不进行再次装修 根本无法入住 可无论在场的人 如何劝说 邵明还是不同意出钱 替父母装修 邵明和父母谁也不让步 于是调解员将双方分开 进行背对背调解 给弟弟那个平方 不出来 他住在这里 就住在这里 他住在哪里 住在地区那里 就住在这里 那么装修 装修用不了多少钱 我给你家 他给三个人去好了 他那个鞋的鞋 他就浪费浪掉了 邵明向调解员 解释了自己不愿意 替父母装修的原因 邵明说 因为他的房子是门面房 把二楼隔出两室一厅 已经浪费了一部分面积 在父母的要求装修的话 他以后就没办法 将二楼进行商务出租了 这时邵明也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邵明提出 父母还是住到弟弟家里 而他每年给父母的租金 由原先的三千元 涨到了六千元 对于这个方案 他的父母会同意吗 调解员又与邵建刚夫妇单独沟通 没想到调解员一开口 邵建刚就一口回绝 邵建刚告诉调解员 多年来 邵明一直没有尽到赡养义务 他们老两口实在气不过 如果只是简单地 让邵明多付给他们租金 不仅对小儿子不公平 他们两个老人也消不了这口气 调解方案也是一个接着一个被推翻 调解陷入了僵局 这时调解员提出 让大伙一起去邵明的房子里 看看具体情况 再协商下一步方案 正如邵明所说的那样 每一层楼都被分割成 一间间小办公室 如果按照父亲邵建刚的要求 重新装修 不仅影响一层楼的出租 而且影响整栋房屋续租 调解员张善祥觉得 邵明重新回归社会后 经济来源主要靠这栋房子的租金 父亲邵建刚也要多从实际情况出发 多为儿子着想 不能只为出口气 就全然不顾儿子的生活 听了调解员的劝解后 看着眼前的房子 邵建刚的态度 也不那么强硬了 见邵建刚的态度有所缓和 调解员又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那就是邵建刚夫妇 还是住在小儿子家里 大儿子邵明 把二楼一层的租金全部给父母 调解员给邵建刚算了一笔账 按现在的房租价格 二楼一层每年的租金是16000元 再加上邵建刚夫妇自己的养老金 邵建刚夫妇的日常开销足够了 如果日后老两口生病住院 以及护理费用 则由两个儿子平摊 如果继续租的话 你这层的楼的租金全部给父母 分啊 我都不收尾吧 出租时也套租物也套租金 拿来出租 那他整层都给你们租 那租金是 也把他整层多一点呢 权衡之下 邵明同意 从2022年开始 每年支付父亲 16000元的租金 看到儿子愿意低头让步 邵建刚夫妇 内心的愤怒也渐渐平复 最终老两口同意了 这个调解方案 确定这栋房子 你儿子这栋房子 137.5的借责面积的房子 其中有37.5的面积 是属于你的 採前安置的借责面积 第一条 第二条 那么金鞋商 儿子的这栋房子的 第二层的租金 有多少租金的份额 是归你父亲来收 那么 租这个房子 有 儿子 整栋房子 整体出租 有他的经营 经营的其中的 第二层的租金 全部归你 就在调解接近尾声的时候 少明又跟调解员提出 他因为手头的确不宽裕 过去欠父母七年的租金 他希望只还一半 也就是一万零五百元 此时 已经消气的父亲 少建刚表示 他向儿子讨要租金 主要也是为了一碗水端平 不想让小儿子心里 感到不平衡 考虑到少明现在的生活状况 少建刚夫妇同意了 少明的请求 调解结束后 少明就把一万零五百元 还给了父母 割不断的血脉亲情 都是一家人 又有什么 卖不过去的坎呢 母养子大 子养母老 赡养老人 不仅是每个子女 应尽的法定义务 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身为子女 及时尽孝 才是对父母最好的报答